看看自己是什么时辰出生的 中国古时把一天划分为12个时辰 每个时辰相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 相传古人根据中国12生肖中 动物的出没时间来命名各个时辰 出生时辰 关系住一个人的下半辈子 如涣散成紫微斗树之公位 则其对应的是紫微12个公位 也与性格有些牵连 此外 从出生时辰上也可以大致了解到 一个人的性格命运及夫妻关系的好坏 接下去看看 蛮准的 此时23点到0点59分 机智六观魅力浑然天成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都带有桃花的潜在特质 天生有迷人的魅力 它的警觉性 判断力都很敏锐 很有危机意识 无论在事业或感情上都很有憧憬 可惜感情方面很难自我控制 表面上看起来机智乐观 私底下去没什么安全感 甚至有点悲观 他们善于交际 对朋友十分慷慨热心 只是他不喜欢承认错误 你一旦背叛了他们 就会吃不完都住走乖乖等住接受他的碎碎年攻击吧 此外 他们都喜欢囤积物品 有未雨绸缪的习惯 因此 通常都有储蓄的美德 也喜欢收集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丑时 01点到2点59分 不许别人说话的蛮牛 这个时段出生的朋友 有着玩时一般沉默寡言的特质 通常极有耐性及毅力能够吃苦耐劳 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但是这些特质反应在负面上就会呈现出 保守不知变通的固执倾向 他们自尊心超强又不服输 而且喜欢独断独行 他们常会压抑自己的情绪 烫压力虽然不错 一旦发起牛脾气可就让人吃不了都助走 他们对感情执着而专一 但有点而不解风情 缺乏罗曼蒂克的精神 而且过于被动保守 往往有爱人结婚了 或是对象不是我的遗憾 临时03点到04点59分 神秘又强势的天生领导者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行动力很强 加上个性又野心勃勃 富侵略性 喜欢指使他人 只不过好大喜功又喜欢接受挑战的他们 却不喜欢服从别人自我期许相当高 有些自负和唯我独尊的气息 因此很容易展现出领袖魅力 他们神秘特立独行且自主性高 在年轻时就有出人头地的本事 虽然不怎么重视金钱 却经常有着不错的财运 在恋爱方面 他们是感情丰富的一群 但相当专横霸气 爱得轰轰烈烈 却总是惨淡收场 卯时05点到06点59分 说话很圆滑 气质很高贵 别被温柔好说话的外表给骗了 其实他们骨子里对自己认定的是早有一番主见 认谁也改变不了内在和外在的差异有些极端 不过 平常的他们都是天性善良活泼 非常温柔善解人意的 他们重视朋友 但心思缜密 处事圆滑 不太喜欢卷入陪短流长的纠纷 也不太爱发表高见 虽然他们形式比较低调谨慎 但优雅的举止仍让他们具有桃花的潜质 天生具有一股神秘魅力 事实上 他们也是很在意自己形象的 而且重视生活情趣 讲究穿著品味加上谈吐得宜 很容易吸引异性的目光 晨识 07点到08点59分 受老天眷顾的幸运儿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 通常有颗令人羡慕的聪明脑袋 想法灵活多变 并且多才多艺 别人说的话更是一点就通 不过他们还蛮爱炫耀的 动不动就对人发好施令 喜欢干涉别人的举动 情绪珠摸不定也常令人头疼 好胜心强的他们对自我的要求很高 不过由于他们的精明干练 往往在事业上能很快出人头地 感情上也是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 经常都有仰慕者围绕身旁 正因为如此 他们极少真心去爱人 也很少会尝到爱情的苦果 40 本土幽默人际关系一把兆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 在人际关系中非常如鱼得水 因为个性聪明风趣又随和 还是不轻易动怒的好好先生小姐 讲话得体善于言辞 肢体动作散发着一股自信的魅力 让与他接触的朋友都能有愉快的感受 他有超人的动心力 直觉力强且判断力精准 不喜欢操劳的工作 但财运亨通相当幸运 在感情上 他的极度心与战友欲强 会专制霸道地紧紧纠缠情人不放 但是另一方面 他却不是个专情的人 只许自己移情别恋 把旧情人当成自己的私人财产 50 11点到12点59分 相当爱秀有当万人迷的特质 他们不但有着热情开朗的性格 口才更是嗷嗷叫 聪慧又极致的他们 在戏剧 音乐或运动之类带点表演兴致的活动中 最能发挥所长 充分展现群众魅力 慷慨好客 自信心强 个性坚强老恋 都是他的优点 但他们也有固执己见的一面 有腻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本质 在爱情方面 他们虽然蛮专情的 不过有些爱线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喜欢享受被人偶像式的崇拜 和众星拱月的感觉 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花心 实际是对家庭忠实的工作狂 卫时 13点到14点59分 孩子气又容易被神秘所吸引 这个时辰出生的人 有着艺术家的气质 喜爱大自然 个性朴实儒雅 亲切而有同情心 可是平常一派随性自由的他 其实很主观 对现实充满了幻想 有时还会沉溺在神秘色彩中 受到稀奇古怪的事物吸引 因而迷信鬼神之说 在感情方面 他们有点孩子气 不但脆弱又自尊心强 总是不轻易表达自己的爱意 他们喜欢被照顾 虽然适应环境的能力还不错 但如果终日处在逆境中 要他吃苦耐劳 他会变得牢骚不断 有很多的抱怨 深时15点到16点59分 有双重性格的社交高手 这个时候出生的人 在大众眼中是机智幽默又善于交际的 却有着不为人质的双重性格 表面上他们都看来可爱可亲 实则生性多疑 甚至带点狡猾 而且有种得理不饶人的倾向 他们十分好奇 喜心厌旧 反应敏锐又很有谋略 善于社交应对 非常机灵又讨人喜欢 一成不变的事情容易令他们厌倦 因此不太适合沉闷呆板的工作类型 有时17点到18点59分 美感独具的造型达人 他们的脑筋转得很快 但脾气往往也转得跟脑子一样快 动不动就生起变脸 言语尖锐直率 不太重视别人的感受 容易在无意中得罪人 个性开朗热情 也常常自以为是 由于这个时候诞生的人 具备桃花钳制很重视自己的外表 对于色彩 造型和美感有独到之处 甚至不排斥用标新利益来引人注意 谈恋爱时 他们很善于营造浪漫气氛 只不过善度且占有欲太强 往往让情人受不了 因此造成问题 虚实 19点到20点59分 会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他们做事稳健沉着 但内心深处 其实埋藏着不安全感 不安的情绪 让他警戒心很强 因此在外人眼中 看起来有些冷漠 但只要能取得他的信任 会对亲密伙伴绝对忠实 有很强的使命感 是忠实可靠的朋友 交付给他的任务 绝对使命必达 感情上的喜怒哀乐 很少表现于外 不能算是社交活动的高手 对于心仪的人 他的内心就算充满爱意 表面仍会装出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他很怕那种紧迫盯人的追求方式 想要跟他谈恋爱 最好是有点黏又不太黏 害时 21点到22点59分 多情感性和赚钱头脑兼具 虽然动作慢吞吞 其实他们非常聪明 而且博学多闻 个性忠实善良 只是心软且生性温和 又有点死心眼 因此有容易受骗的倾向 不过他绝不会上第二次当 社交手腕独到 修养很好 也很有赚钱的头脑 并且财运不错 他们感性且多情 会压抑自己的情绪 在不明对方的想法之前 很少表白自己的心意 以免自己受到伤害 不过对于爱任何家庭 他绝对是摆在第一位 会尽全力付出所有 上面所说的是 时辰所主的性格 当然还有天干配合 就有所变化了 蛮神奇的 看完既然觉得时辰 比星座还准 你有同感吗 欢迎分享给亲友看看哟 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